男情下棋 通法规划 其中三样都可以一个人沉浸其中 唯独下棋必须要两个人 我爷爷就喜欢下棋 但是没人陪 然而 我最近竟然在网上发现了 AR下棋机器人这么个东西 我的天呐 这么神奇吗 买来看看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原萝卜AR下棋机器人 长这么一个样子 说明书 棋盘 机器人主体 电源线 棋子 哈基布 准备就绪 让我们来一起下棋吧 过去 这个彩色屏 棋力闯关 全局挑战 AR学习 巅峰对决 系统设置 直接来个棋力闯关 先找个最低等级的一级 棋力闯关第一关 安时摆棋 请稍等 好家伙 摆盘摆得这么精准吗 强迫政府也 先让开一步 咱是大佬 承让承让 那我就先出销了 到哪 打 我去 上来就干我的马 打破 他真的那么刺激吗 我们给他爽大奶试试 他这边有一个锯 没人吃怕 我往前走一步 但是偷偷的把他的锯拿掉 看他能不能看得出来 走起 小的其实 难吃 我去 识别出来了 这小机械立摆的 拿起烙子也太精确了 因为全部归位了 我按规则吃 炮要翻单打这一个 我炮直接打这一个 试试 他能看得出来吗 炮的前面 必须有吃几子 到炮价 这样才可以吃子 我去 识别出来了 而且他还能把自己原来的复原啊 每走一步他都显示胜率 我这边胜率65% 他35% 恭喜你大获全胜 你可真厉害 我去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智能 我刚刚故意刁难他 走错旗 拿走他的旗子 或者不按规则走 都很轻易的被他识别出来 而且 这只是第一关啊 兄弟们 第一关我就杀的这么艰难 这里面从简单到难 一共有26关 看下我要好好学习了 不会下棋或者像我一样比较菜的 就直接用他这个AR学棋功能 这里面都是中国象棋协会授权的专业课程 还没有学完 学完我就成大神了 简单的给大家进去看一个象棋起源的故事 象棋战场 直接第二个 欢迎进入16级教学课程 当前课程内容为象棋专场 有屏幕显示 机械臂在这里摆棋 摆好了之后就给你讲解 想继续学习 直接点继续学习 他的教学通过画面 声音 还有机械臂的点 非常生动 感觉有了这个我儿子都可以用他学习下降棋了 既可以通过下降棋的排名附认 锻炼小朋友的思维能力 又可以让儿子和爷爷一起下降棋消遣 一举两得 而且我专门查了一下 这个圆罗伯下棋机器人 是中象鞋认定的考级平台 等级证书可以在中象鞋官网上查询和进入到档案 可以直接在机器上就能报名考级 除此之外还有残局挑战 内置100多种残局充分感受下棋的乐趣 结合国手大师对异的感觉 下过的棋局还可以在小程序里复盘 那我走的每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 这样就可以看到你当时是怎么输或怎么赢的了 看到我掏出手机的那一刻 肯定很多人想到 手机上不一样的可以玩象棋吗 为什么还要买这么一个大家伙 我来讲一下它的优点 相对于手机而言 它解决了老年人老发言 看不清手机的这么一个问题 小朋友和成年人是能看得清手机 但是一局相提下来要很长时间 一是增加了小朋友换近视的风险 二的话手机有蓝光和辐射 对眼睛绝对是有危害的 而且实物的起板和起子带着人的沉浸感 是手机代替不了的 手机下来很智能 值得推荐 继续板 写天 继续板 写人 写人